大家好!大家好! 我覺得這個影片應該是很久以前就要拍 結果發現我都沒有拍過耶 所以我今天要來介紹我研究所念的學校 芝加哥藝術學院 The School of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然後這個學校在美國拍名就是非常的頂尖 就大概是前兩名 就是不同的拍名可能會有不同的規則 但我們就是不然怎麼樣 我們就是都在前面就對了 非常的棒 我在那邊念了服裝設計Fashion Body and Garment 念了兩年的碩士 所以我現在是有說實學歷喔 然後我現在要工作了三年 因為我來美國五年 芝加哥藝術學院是一個私立學校 然後我們的結出校友有 Wolf Disney 然後Georgia O'Keefe 或Jeff Coons 然後我們老師Nick Cade 他也是一個非常大的藝術家 就是巡迴在全世界的地方 就展出的那種 賺超多錢的那種 芝加哥藝術學院是 芝加哥藝術博物館開設的學校 好處呢 是我們去我們的博物館的時候 就是 免費 狂去蒙去 可是 學費很貴你知道嗎 我們博物館是全世界也是大概三十大的 芝加哥藝術博物館裡面有很多珍貴的 Masterpiece 像是飯谷的房間 飯谷的畫像 然後 莫內 蒙德里安 然後George Pierre的星期天 午後 Grant Wood的American Gothic 也是在我們學校裡面 喔 他也是我們學校的校友 就我自己就是很喜歡去學校 因為我就覺得我每天都要盯著蕾諾瓦看三小時 我就是瘋狂的盯著蕾諾瓦 就把那個學費給盯回來 然後上課的時候 教授可以直接帶我們去博物館裡面 講解那個畫作 例如說 Mark Rothko 他就會直接帶我們去看他畫 然後跟我們說 好了 那我們現在來看 他到底油畫裡別加了哪些顏色 這種東西呢 是你平常看網路啊 看照片是看不出來的 你要親眼去看他的筆觸 跟他顏色是怎麼疊在一起 你才看得到 然後介紹完就整個以後呢 先來講一下就是 我念的是服裝設計嘛 那大家都覺得說 喔 你一定是就是設計很商業的衣服啊 像是身上穿的這種啊 NO NOSU 我們就是做裝置藝術 Fashion Design就是Wearable Art 去年是我在洛杉基時裝之後 還有在一些雜誌有錄出 跟 我有在 紐約的藝朗有展了這個作品 就是 他其實是可以 擺著也可以穿 然後他的 概念其實就來自於 不完美中的完美啦 因為像是椅子 我們教授就會覺得說 椅子呢 就是Fashion 你怎麼會覺得這樣呢 因為人 當你坐在椅子上的時候 椅子就是你人的一部分 那人的一部分人穿著椅子 椅子穿著人 校風非常自由 強調自己的看法 非常注重學生的思考啊 創造啊 以及技術 但是技術就是偏 比較輔助你去完成你的 概念的 東西 可能會覺得說 哇 你只要畫畫 可以把人畫的微妙微小 一模一樣 你就是一個大藝術家 但是現在 當今社會 當然不是這樣子 就是 你 如果技巧很好的話 你只是 技巧很好 而已哦 但是呢 你可能要 在你的畫中 你要流露感情 不然我跟照片有什麼兩樣 你在你的筆觸 在你用的顏色 跟材料 甚至紙張的選擇上 你需要 畫出你 跟你畫的這個人的 之間 靈魂之間的交流 跟那個能量 就是 你要怎麼去表達 你看到的世界 而不是畫出這個世界 我們需要製作的 就是 Contemporary Art 當代藝術 那他當代藝術中 Conceptual Art 是非常重要的 概念性的 就是從當年 度相的這個 噴泉開始 世界就變了 他把那個 小便斗放在博物館裡面 說這是藝術 從此以後就是藝術 然後到現在 你去 Art Basel 的時候 香蕉貼在牆壁上 可以賣15萬美金 這就是藝術 在1967年的時候呢 概念藝術之父 Soul Louis呢 他就曾經說過 In Conceptual Art The Idea Concept is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work 計畫思考整個生產的過程呢 才是藝術品最重要的一個環節 The Idea becomes the machine that makes art 所以像你們看到 班克斯的作品 他在拍賣的時候 就這樣 就整個被 削掉 現今社會藝術已經 不只是 一個美麗的作品了 已經是很 思想很抽象的東西 像我們上課的時候呢 常常都是會 同學為一圈 教授為一圈 然後來 Critique 來評鑑你的作品 老師會說 我覺得你這個作品 沒辦法展現你的 Idea 或是你的 Idea 不夠厚 或是你弄一坨 東西在地上 你要講出 為什麼你要弄這一坨 跟這一坨 背後的理念是什麼 當我看到這一坨 我會不會感受到 你想要我感受的感覺 這其中是需要非常多的練習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 像這個1929年 來自ReneeMargaret的作品 這個 This is not a pipe 他其實寫法文 我不會念 但這個 pipe呢 他上面就寫說 這不是一個煙斗 但是 他是一個煙斗啊 但是 他搞不好 他是一張畫 他不一定是一個煙斗 他到底是不是煙斗 他到底是誰 還是說他是綠豆糕呢 Makes you think 讓你去思考 我們課程分成三種 一種是Studio 就是你去創作任何東西的課程 然後大家會去critique 會去評鑑你的作品 那第二種呢 是篇seminar seminar就是 如果你是念 藝術史 或是藝術行政等等 會有很多論文要寫 我之前就是為了藝術史 就是每週都要寫一篇小論文 我真的逼瘋我 就是你要天天去不同的博物館 之類的找資料 就是超麻煩 另外一個是technical的部分 所以像是學 怎麼網印啊 怎麼切東西啊 怎麼去縫啊 這種都是比較技術上的 所以我覺得這三個合起來呢 是可以給你很強的一個 在你未來要做藝術的路上 學習過程中 會讓你更有創造力 並且讓你去思考很多 關於社會的事情 因為像現在社會動盪不堪嘛 然後還有文化啊 之間的關係 學習的時候我覺得同學們呢 和樂融融之中 帶有隱隱的競爭 所以其實壓力有一點大 然後常常熬夜要做作品 做到半夜 然後隔天還被老師臭賣一頓 然後就是哭啊 上這種藝術學院 你一定要花多少錢買材料 因為真的是工藝扇西斯 比千里奇奇 我真的沒有開玩笑 因為我們老師也是覺得說 你一定要用一定好的材料 你才能創造出好的作品 你看我無聊的繪本 這好像我的衣服喔 怎麼會這樣 然後你看 因為這個紙就是 它雖然我在Amazon買的啦 但我這個上面寫很適合Watercolor 可是我覺得它這個紙就是不夠好 所以它暈的時候不會有我想要的效果 就是效果不是我要的 但如果是畫素描的話又不錯對不對 這個皺褶很美吧 如果是畫簡單的服裝的話就還OK啦 再給你們看 這個 然後我還畫這個 在家泰無聊畫的這個自畫像 走一個比較 普普藝術又有一點 想要馬蒂斯的感覺 還有這個 我覺得這個蠻可愛的 小咪啾 這衣服我覺得蠻可愛的啊 我裡面還畫這個裸男 這種我其實蠻喜歡的欸 我覺得這可以賣錢 然後接下來就是畢業後三年了嘛 就我自己還想做服裝設計嘛 所以我還是去一些時尚公司上班 其實我還是很想做自己的事情 我們索一個班大概十個人而已 然後大概六個人吧 有六個人都是自己現在出來獨立當藝術家 我覺得他們真的是很有規劃能力 跟很有想法 才可以做到這樣的事情 因為有人在Miami 有自己的整個studio 有自己的studio 然後也去R Basel展覽過 我另外一個學長 所以他畢業四年嘛 他前兩個月已經在紐約喔 辦個展 自己的個展喔 整個藝人只有他的作品喔 然後不是他自己出錢的那種 是藝人還給他錢請他去辦展 一定程度的努力跟規劃吧 因為像我就只有一些小小的展而已 所以希望呢 你知道明年可以更好 因為今年應該是不太可能啦 所以我就在這裡 像宇宙下訂單 但藝術學院有一個很大的缺點是 你在上學的時候他培養你是很自我的 你是很 take everything personally 你是很用自己的內心去看這個世界 所以 當你畢業以後 如果你真的是一般的工作的話 老闆說什麼 你可能就會立刻 就會覺得怎麼樣 而且你也不會喜歡幫我培養的工作 你想要成為自己的大藝術家 我沒有要跳喔 威卡囉 還是跳 好 就是 冷靜 很貴 可是很值得 就是你花這兩年或四年的時間 去培養一個腦袋 我自己後悔的話是希望 早知道在學校的時候 我要更努力更認真 更挖掘更多的資源 就是我應該要更平一點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喔 喜歡的話呢可以訂閱然後幫我點個讚 然後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whatsapp cha cha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